嗨 大家好 我是雪兒沛 全素顏狀態就是因為今天要挑戰沒有鏡子化妝 然後我現在非常緊張 因為我很不會畫眼線 然後我今天下午還有約同學出去玩 因為我已經考完期中考了 然後 意思就是說 如果畫不好的話 我要重新畫 我想應該是一定要重新畫啦 所以 我們就直接開始吧 好 那我現在要直接把我的翻轉鏡頭翻過去 但現在我就是呈現一個真的就是看不到自己的狀態 我現在非常緊張 好 首先因為我剛剛都已經上好保養品跟 我剛剛都已經上好保養品跟 就是隔離了 我今天要上的是Maybelline Drink Cushion 我根本不知道有沒有對焦 反正就是我要用這個 欸 可是這上面有鏡子欸 好 那我不能看鏡 一定會很不 感覺會很不平均欸 我現在真的是沒有目的欸 我現在真的不知道看哪裡 這樣有平均嗎 跟你們講一件事情 就是剛剛我弟弟去抽那個 冰液的抽籤啊 他給我擦到空軍欸 我真的超閃眼 空軍的機率有多低啊 哇 我也想去當空軍 不然我現在沒有鏡子 我發現我根本不知道自己要做什麼欸 好 不然上個遮瑕好了 然後我根本不知道哪裡需要遮啊 嗯 好 然後 眼下 這是我的Maybelline的叉叉筆 然後我剛剛用的遮瑕是 可以用我的Cal Cover 然後這都是我平常很常用的啦 今天 都是會用我日常妝的 產品 好 接下來要畫 眉毛好了 手也不知道放哪 手平常都會抓著鏡子 我不想因為是No Mirror Makeup Challenge 然後所以就都沒有 就是畫得太輕 因為這樣就沒有意義啦 所以我應該會畫跟平常一樣重 只是 我不知道他到底畫得好不好 然後刷開 那我今天眼影要用 我新買的這個好了 Canmake的 不知道它好像叫做什麼眉彩盤 然後它是可以畫眉毛 然後也可以打一點鼻影 然後也可以 畫眼影的 它顏色超級好看 所以我就買了 可是我覺得它的缺點就是 它附的刷子很難用 就是我應該不會用它的刷 那我現在要來用這個顏色 然後就是打整個眼窩 其實這上面也有鏡子耶 可是我不敢看 我現在什麼都不敢看 我覺得一定很可怕 我剛剛的眉毛 然後我現在要用 真裸色 這好像是80號吧 這個也有鏡子 所以我現在也不敢看 然後就把它刷在眼尾的部分 後眼窩啦 應該是這樣 可是我覺得 No mirror makeup challenge 可以就是 畫比較快 因為你根本不知道自己 就是哪裡需要再加強 再來用比較細的這一端 然後我要用 我忘記這什麼顏色了 反正它是一個 有珠光的棕紅色 就是把它畫在最靠近 睫毛的地方 好難畫 然後我會帶出來一點點 雖然我不知道現在是不是很可怕 我會拿一點點這個粉紅色 然後跟 深裸色 綜合一下 然後畫在 就是下眼睛 下眼瞼的地方 天啊我覺得我眼睛快瞎了 好接下來要幹嘛 眼線嗎 好今天Hair畫眼線 然後Steam我覺得眼線真的很可怕 那眼線我是用這個 MODE的 就是眼線 液筆 然後它是 全黑的顏色 好然後那我要開始畫眼線 然後我手也不知道放哪裡 我現在就是 手就隨便 隨便放別的地方好了 我感受不到它 唉唷 這裡嗎 感覺好像還OK 我感覺不到我的 我感覺不知道它會在哪裡啊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它的筆尖會在哪裡停 就是畫下去我根本就 太難了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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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應該 應該有畫到 我不想管了 我現在很想趕快看成品 我先上一點那個 蜜粉餅好了 就是這個 蜜粉餅 它已經破掉了 然後 我現在只能把它放在家裡用 因為如果把它放在自己的包包裡 就是它就是一直 更碎更碎 所以我都不敢再把它拿出去了 然後這上面一樣有鏡子 可是我都不會看好不好 我就是定妝 哇 這一定上很重 因為我現在 覺得 感覺都是粉的感覺 因為我現在就是要避開不看那個鏡子 所以我眼睛都會瞄在其他地方 好了 那我們現在來畫腮紅跟打亮 腮紅我想要用我新買的這個 PW38 Handmake的 紫色腮紅 這個我那時候一看到它只剩下最後一個 所以我就立刻把它買回家 然後我就沒有用它的刷子啦 我用自己的這個 ELF的刷子 外面好吵 好了 就用LEBOMB這個打亮 然後打在顴骨的地方 這上面也有鏡子 所以 我不敢看 好了 現在最後一步了 對我來說是最後一步了 我現在真的覺得很恐怖 那我今天唇膏會用這個 REVLON的 不知道有沒有對焦耶 REVLON的655的唇釉 然後 這是我正因心買的 可是我覺得它顏色好像沒有非常適合我的膚色 我就覺得它 我朋友說覺得我擦有點顯黑 我很怪 我並不覺得它味道很奇怪 大家都說它味道很臭 可是我還蠻愛的 嗯好了 好 我先用來看我自己了 我覺得很可怕 這是什麼東西啊 這是什麼東西啊 這個是什麼啊 天啊 欸可是我這眼線畫的真的還不錯耶 就是我左邊這邊的眼線 而且我覺得我的眉毛也蠻好的耶 然後你看我的眼睛 眼 你看 欸可是我覺得我這邊的 我這邊的那個 這邊的弧度畫還不錯耶 其實我是有潛力的 OK 這說不定會是2018的趨勢耶 就是不畫好妝 可是我覺得我其他地方都還蠻好的耶 我氣量粉餅拍的也很平均啊 然後腮紅顏色沒有很重 還不錯啊 可是我等一下還是要卸掉 因為我這眼睛真的太可怕了 眉毛這一邊整個是斷軌什麼啊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那如果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不要忘記在我的影片下面按一個喜歡 也不要忘了訂閱我的頻道 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掰掰 掰掰 這裡的光真的太紅了 我以後都要來這裡錄影 就把 就把它加一張 對啊 這裡的那個 看 看出去就是那個 市民廣場 然後就有很多 在那邊 然後呢 今天我就是 我的那個好朋友 他 終於考完市了 所以呢 我們就出來喝個下午茶 然後我們本來要去廣山搜購買那個 Laura Messier的 幻顏凝露 結果後來發現他們根本就沒開 他們根本就沒有Laura Messier 然後 我們就想說 好吧那就直接來吃下午茶 你喝的是抹茶嗎 還是奇異果 是奇異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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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現在來吃早餐了 因為 我剛剛跟朋友去買了 阿寶的那個 這個 烤肉炒麵 我跟你講阿寶的 烤肉炒麵 超好吃 而且你一定要加他的特製辣椒醬 然後我還點了這個 木素芽 玉米 起酥堡 跟 東方拿鐵 這是我的早午餐啦 就是 我會一起吃 他有加很多萵具 所以他吃起來就是 不會覺得很膩 我現在錄完一個影片 覺得心情很輕鬆 就希望大家有個愉快的週末 那就希望大家有個愉快的週末 那就希望大家有個愉快的週末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掰掰 掰掰